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WTT阿拉木图战挑战赛男女单打以及双打的抽签分组都出来了 林诗栋这次是头号单打种子选手分到了八分之一区 这个小半区竞争对手实力不强 分到八分之二区的是温瑞伯 还有德国选手沃尔瑟 两个台北选手张又安和冯一新 这个小半区谁都有可能冲出来 最终对决的都是林诗栋 相鹏分到了八分之三区 周启豪也在这个小半区 相鹏要跟周启豪争夺这个小半区的出现权 应该说上半区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梁衍珠和田中右太分到了八分之四区 田中右太被击败的可能性很高 这次五个国拼选手分到上半区 看来国拼至少有一个选手能打进决赛 韩国选手吴俊成分到了八分之五区 这个小半区还有欧洲选手加启尼 分到八分之六区的有 约内斯库 格拉斯门科 黄艳成 格拉斯门科有可能冲出这个半区 因为他的实力最强 分到八分之七区的是 羽田姓史 吉山辽伊 陈浩化 羽田姓史能够冲出这个小半区 分到八分之八区的是国拼选手袁立岑 还有欧洲选手杨查理克 以及台北小将高成瑞 袁立岑想要在下半区冲出来 确实有些难 这次参赛的国拼选手都集中在上半区 至少能保证获得一个亚军 以黎诗栋目前的实力来说 是具备夺冠的可能性的 这次有实力的外协选手都集中在下半区 蓝双的抽签分组就平均了很多 袁立岑和相鹏组合分到了四分之一区 韩国组合吴俊成 金家文分到了四分之二区 这两对组合有一对至少能打进决赛 黎诗栋和徐英斌组合分到了四分之四区 台北组合黎雁军张又安也分到了这个半区 这对组合对国拼组合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混双的抽签分组有实力的组合都集中在上半区 黎诗栋和宽曼组合分到了四分之一区 这个小半区对战的都是东道主组合 黎诗栋和宽曼能够轻松打出来 分到四分之二区的是长崎美右田中右太组合 袁立岑石虚摇组合也分到了这个小半区 很显然这次长崎美右田中右太组合 就是国拼组合的头号对手 这对日拼组合闯进半决赛的可能性很小 这次国拼组合在混双比赛是最有把握夺冠的 长崎美右田中右太组合很有可能小半区都闯不出来 就被提前淘汰 黎诗栋和宽曼组合是混双夺冠的热门 几乎已经提前预定了冠军 女双的抽签分组可以说是精卫分明 牧原美右 长崎美右这对组合分到四分之一区 金城珍 朴家贤这对韩国组合也分到了这个半区 分到四分之二区的是大腾沙月横井孝英组合 这两对日拼组合只有一对能对战国拼组合 分到四分之三区的是合作家刘伟山组合 钱天一 石薛瑶组合 宽曼陈毅组合全分到了这个小半区 有这摇巧的事情吗 很显然 宽曼陈毅这对组合能冲出来 这对组合有可能对战的就是牧原美右长崎美右组合 双打还是国拼跟日拼组合要在决赛对战 争夺最终的冠军 这次女双比赛谁最终夥冠还是很有悬念性的 日拼组合的双打衔接速度比较快 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女弹的抽签分组张本美合适头号种子选手 分到了八分之一区 分到八分之二区的是伊尔兰德 萨玛拉 阿卡舍瓦 萨玛拉在八分之二区实力最强 牧原美右 卢普雷斯库分到了八分之三区 宽曼 石薛瑶 李玉珍三人分到了八分之四区 宽曼和石薛瑶之间的胜者将对战张本美和 牧原美右将跟张本美和将提前迎来得比之战 宽曼 石薛瑶这两个选手之间的实力都差不多 而且这两个选手都击败过张本美和 所以这次国兵教练组就是要考验两个人的外战能力 张本美和虽然进步实力也很快 可他的比赛稳定性跟国兵选手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 长期美右分到了八分之五区 朱成竹 简同娟也在这个小半区 横井孝英 大腾沙月分到了八分之六区 这两人和长期美右必将上演日拼内战 分到八分之七区的是黄仪化 陈毅 金大英 朴家贤 陈毅倒是有实力冲出这个小半区 八分之八区是何卓家 钱天一 上下半区打到四强 还是国兵选手跟日拼选手之间的较量 女弹的抽签分组也很有意思 一开始国兵选手跟日拼选手不会率先交手 只有彼此之间先进行得比之战优胜者 才会进行最终的对决 现在日拼选手的实力都很强 也给了国兵教练组很大的压力 其实现在日拼女选手的实力 是外协选手当中顶级的了 打到最后还是要跟国兵对决 宽曼 石勋瑶这二人其中的一个 有实力打进女单决赛争夺冠军 钱天一的实力也很出色 他在下半区肩负着对战横井笑英 大腾杀越的比赛任务 谁能够最终夺冠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近日 朱玉玲代表新成立的澳门队 付出参赛 给了球迷很大的惊喜 对于陈信彤 林高远 两位巴黎周期的第五主力来说 加入澳门队争战国际比赛 或许是个最好选择 亚锦赛已经没有陈信彤的名字 林高远也仅出战双打 男团 按照陈信彤 林高远的年龄 他俩肯定不是洛杉矶周期的 培养对象了 我们从国拼上报的亚锦赛名单 就可以看到 刘国梁已经在培养00后一些牺牲力量了 陈信彤就没有出现在亚锦赛名单中 林高远落选单打 只参加男团 男双 混双的比赛 充其量就是一个传帮带作用 根据国际平联2024年第35周世界排名 陈信彤位居第六 林高远排在第八位 世界排名依然保持在前十 然而在国拼主力位置上 陈 林二人已经不被重视了 陈信彤 林高远继续在国拼打下去 也没有什么前途了 与其说是主力 还不如说是陪练 朱宇玲加入澳门乒乓球队 给了陈信彤 林高远一个新的出路 对于新成立的球队 正在招兵买马 男 女队都会非常缺人 陈信彤搭档林高远搭档打混双 这队组合的实力是有可能击败杀头组合的 另外 陈信彤在德班士冰赛 名古屋总决赛两次战胜王曼玉 林高远在澳门世界杯也淘汰了樊振东 蓝单决赛中还一度大比分领先马龙 陈信彤 林高远在单打上 也是具有非常强的实力 个人认为 澳门队如果有朱宇玲 陈信彤 林高远这样的国兵主力球员加入的话 这支球队的实力还要强于日本队 香港队 不管是备战东京 还是备战巴黎 陈信彤 林高远都为国家队做了不少贡献了 职业生涯末端加入其他协会 多打一些商业比赛也是可以理解的 继续留在国兵 非常尴尬 明年全运会后可以重新做出选择 陈信彤 林高远继续在国兵打下去 他们的位置会非常尴尬 既不属于主力 当陪练也是年龄越来越大 国兵在一些支线赛上 都是派一些二队或者年轻球员去锻炼 陈信彤 林高远去打这种级别的比赛 去跟小队员争抢积分不太合适 对于冠军赛等高级别的赛事 基本上是国兵前四位主力参加 陈信彤 林高远还要等待外卡 一旦拿不到外卡 陈信彤又继续回归到队内陪练的角色 相反 如果加入澳门队的话 那陈信彤 林高远简直都可以是一解一割了 朱雨林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打球 陈信彤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训练 只不过 陈信彤 林高远要想加入澳门队的话 明年他们要先代表辽宁 广东打完全运会才可以 代表澳门队参赛 还有一些入籍相关的手续 实际上 作为世界冠军陈信彤在辽宁已经有了安置 林高远也可效仿许欣等人开球馆 不过 要真想继续打球的话 那加入澳门队是个不错的选择